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你在凌月宫的时候不愿意伺候皇帝偷偷溜走 你自己没事但是却害翡翠挨了板子 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影响 有些影响很轻 有些影响却是可以要了对方的命 直接将他从这个世界中抹去 你的良心过意的去吗 对 你良心过意不去那也是你逼的 不给我看攻略就算了 还把皇帝人设弄得那么变态 我怎么通关 你这破游戏对新手太不友好了 有你这么玩人的吗 这样吧 伟大的系统看你可怜 多给你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本来是你升到十几的时候才会开启的 现在提前送给你了当新手福利 什么功能啊 新功能是只要你写好了收件人的姓名 不管身在何处 对方都会在一炷香的时间内收到你的信 怎么样 很高端很高科技吧 去 笔发短信慢多了 老大 你现在是在古代宫廷里面 这已经是不得了的技术了好不好 我又不会写毛笔字 而且我写字也不好看 这个奖励简直没鸟用 也太鸡肋了 好吧 你真够让本系统头疼的 现在我额外给你增加一项技能 现在你能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了 好好利用这个奖励吧 拜 这尼玛两个都是写没用的技能 算了 这个系统太任性了 总好过没有 这时候给谁写信吗 对了 问问小尼公主 那个秦嬷嬷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 这真是我自己写的吗 太漂亮了 我简直想裱起来挂墙上 好了 写完了 嗯 这 这就送出去了 这凭空气新的能力 不会我寄出去的时候才有吧 回信我该怎么收啊 哎 系统 你还在不在 你这功能有个大bug 赶紧滚出来我们聊一下 谁送了这封信过来 却是招呼都没打一声 这居然是轻残人给我的信 嗯 这地方虽然清静 但确实不宜常住 关键是 一天只有一顿饭的设定 实在是忍不了啊 嗯 又没办法天天厚着脸皮 都隔壁王爷那儿去蹭饭 哎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嗯 这是向宁公主给我的回信 果然向宁公主 不知道秦嬷嬷要堵死皇帝的事情 嗯 知道了秦嬷嬷的来历 我似乎面临一个选择战队的难题 如果选择举报秦嬷嬷嬷 那我就要继续以成为卵夏泽的皇后为目标 可如果就此沉默 装作不知道 甚至帮王爷嬷嬷在外面的人 那有没有可能帮助王爷推翻卵夏泽 多会还未呢 我的妈呀 不管是哪个选项对我而言 都是难度极高 极极具危险性 哎 我这是想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痛个关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清风作廊不是我的本性了 这就对了 不要搞那么多事 凭什么你想出来就出来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又装死 我来跟你解说一下新功能的运用 新功能属于私信模式 对方收到你的来信后 他所写的内容 甚至是信念所想 都可以化作回信到你手上 另外 你如果想离开冷宫 你好自为之吧 拜拜 小狐狸 别着急走呀 精彩人 今天提前放饭 哇 今天分量好足 这盒子好沉呢 一会儿里面听到什么声音 你们也不许进去 知道吗 姑娘放心 小人知道这么做了 这里是冷宫 除了事都是咎佑自取 这么重 会是什么呢 蛇 困难人啊 有蛇 救命啊 不能过一代兵 可我这个洞没被堵上 王爷 王爷救命啊 想更快了解后面的情节 就来这些APP追漫画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